女士 这个 红豆 面对王小飞和大四的离婚 真是让人感到唏嘘 毕竟两人曾经是大家都非常看好的一对精通玉女 一直是以安安形象出现在大众事业之内 让很多人动感相亲自随眼睛 毕竟他们结婚十年没有斑点不好的绯闻蠢出 但是因为疫情的到来 两人的婚姻自终走向结束 可见夫妻生活冷暖自知 当大四以一举冰冻三指飞一日之寒结束两人的婚姻时 我们就知道这段他们是没有复合的可能了 大四曾经的容颜生貌是很多人都非常羡慕的 大概就是男人见了都爱女人见了都忌妒 但如今生了孩子之后的他身材就逐渐发胖 和年轻时的美貌相比简直是天差地比 或许正是因为大四的容颜破摔 王小飞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总是和大四聚少离多 由于两人常年分隔两地 因此两人对彼此的感情就逐渐小腿 正所谓冰冻三指飞一日之寒 大四和王小飞的感情就是这个原因 再次王小飞被追问 会不会嫌弃大四产后变胖的样子 我俩王小飞回答一句 当然我也是试试动 可见王小飞之所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是因为嫌弃产后变胖的大四谈现实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王小飞 嫌弃产后变胖之后的大四呢 先查看王小飞